另外一个我觉得政治人物真的无耻之耻 就是这样 什么叫无耻之耻 我昨天看这个新闻我觉得不可思议 昨天徐晓星在立法院 他问我们的内政部长刘世芳 他说你们怎么会 这个要去公庙里面放这些弹药 就我跌破眼镜 我很诧异 刘世芳居然在国会殿堂上面 直接告诉大家 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们讲这些话 这些都是造谣 都是认知作战 然后我停下 这不是讨论了半年了吗 而且新闻都有公文 所以徐晓星直接在国会殿堂里面 拿出了相关的公文 他说国防部就已经公告这些地方的公庙 每一个县市都有收到 就直接要把他们放这个弹药的囤放区 这不是造谣 也不是认知作战 然后我非常诧异是刘世芳直接被打脸 然后他就一脸很臭 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们满脑子都是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到你 我觉得脑残了 这不是大家讨论了半年了吗 你看你不要说远的 你看这一个 今年6月30号 我没有唬烂 6月30号 当时就已经有一篇报道 说苗栗有很多庙 这个记者应该是苗栗的记者 其实不止苗栗 各地方县市通通都有 但6月的时候有人拿出来 说他们拿到后子部 有讲说要在你这个公庙 放这个弹药 所以我们有一个签协定书等等的 现在是几月 现在10月1号 刘阿世芳大部长 你都不知道吗 那你幕僚不会帮你吗 这些公文发假的吗 你要说这些是假讯息吗 所以后子部你是造谣指挥部吗 我昨天天 我昨天看到那个质询 我真的是觉得 一时间 哇 就是不可思议 你还当过立委 刘世芳 刘世芳你今年 还是说因为你之前 说你身体有一些状况 所以你不选了 是因为这样吗 所以影响到你的认知 好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篇 刚刚讲的都是6月 那来看这一篇 这一篇是自由时报 说要放弹药 这个国民党开记者会 也是出示公文 一样是这个后勤指挥部 陆军什么指挥部啊 什么什么的 发给地方的公庙 说要放弹药 时间 报导时间是什么时候 各位 各位你看到会跟我一样 你会觉得疯掉 发疯 真的会发疯 日期是今年的1月2号 1月2号 1月2号就有公文了 1月2号就有公文了 孩子都生出来了 现在是10月1号 这个 大富平平10个月 孩子都挖挖落地了 然后你跟我讲说 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孩子 你看 这个 这就是不可思议呢 哇 我这 就 不是假消息 也不是认知作战 他可能不是你认证不管的 可是是国防不管的 有公文啊 然后你看刘四方那个脸 一脸就是大便脸 我觉得我们的官员 真的 病得很深啊 史诞谢谢 希望大家有今无险 一切平安 但是我也不意外 这就是民进党官员的水准 他们就是这种嘴脸 就是这种 不学无术 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也不听幕僚 刘四方这种啊 一看就知道 他一定没有对幕僚很好 就你太凶了嘛 幕僚 再笨都知道说这是事实 会立刻打pass啊 如果今天是一个部长 爱到让他的这个下属 会非常爱戴他 会立刻冲上去啊 说部长部长我跟你说 是国防部啊 国防部那个公务啊 这不是认知作战 你不要乱乱转 乱乱说 会立刻去上场去救援 但没有人救他啊 你看刚刚那个咨询都没有人打pass给他 递个纸条都没有呢 没力 那问题是什么 那一定是你对部署没有很客气 人家就让你死啊 但是这个新闻闹这么大的 从今年一月一直一路的讨论到现在 居然完全不知道 水准就是这样 程度就是这样 好 那讲到这一题了 也是认知作战 哈哈哈哈 啊 礼拜六 礼拜天啊 是不是 礼拜六跟礼拜天之间 我看到忠实啊 一个聪动的标题 应该是礼拜天吧 说这个总统发威震怒 摔资料 因为他身为三军统帅 进到会场的时候 这些将领们把我不放在眼里啊 没有把我当当一回事 没有起立立正 这样子 所以他就不爽了 摔资料 以我所认识的赖清德 他确实是会发脾气啊 为什么呢 昨天吴思瑶睁眼说瞎话 吴思瑶说 他这辈子20年来 只有第一次 只有一次看到赖清德发飙 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什么预算 预算被国民党挡下来 他发飙 各位啊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还记得吗 赖清德到台南的时候 讲到光电弊案的时候 有没有发飙 有没有 市长给我站起来 立委站起来 民进党人站起来 会死 难道你觉得他是很开心吗 很开心的教训这些 民进党当地的政治人物吗 这不就是公开发飙吗 这不是公开立威吗 所以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这就是我认识的赖清德啊 一点意外都没有 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好 但是因为太过戏剧化了 所以我第一时间想说 哇 阿忠实你是不是有渲染了 是不是又是个假消息呢 就我一看到报导的记者 吕少荣啊 吕少荣 整个跑国防 跑国安 跑情报 第一把交椅啊 他说的 从来不会有人质疑 也不 也不会有人敢去怀疑他 或挑战他都不会 因为 他是一个很资深 很权威 很谨慎的 军事记者 然后跑这些 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的 所以我一看到名字说 那百分之两百 一定就是这样子 好 事实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再去讨论说 真的假的啊 什么什么的 到这个时候再去讨论真的假的 就是 可能要去看一下健康检查 就是你可能智能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要观察一些有趣的点 我观察到非常非常有趣的是 这些测译啊 或者这些所谓的御用 御用媒体啊 御用记者啊 哎 内讧了耶 他们说法都不懂啊 以前呢 如果有一家媒体啊 我好比说联合报 去质疑对外的经费 或者是质疑这个军购的经费啊 总统府 小英时代的这个团队啊 都点名大骂 骂联合报 指名道姓骂联合报哦 说你这骂的骂的很凶哦 说卖卖国贼什么的 痛骂的一塌糊涂啊 那这次有吧 不敢 总统府连坑都不敢坑 交给国防部去讲 然后国防部写了一个声明 大家也不知道 那国防部你也没还原 还原当时的状况啊 国防部长今天刚刚有讲 我们等一下他的说法 啊待会摆个来我们要先先讲那个背景啊 好总统府 no嘛不敢讲 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 总统府不知道怎么帮这个总统来撒谎 那国防部呢被邪命要讲 但是国防部也不敢撒谎 就避重就行 讲了一些大家不知道讲什么 讲完之后你到底解释了什么 也搞不清楚 好了 那这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讯社 还有我们这些御用媒体啊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但三家媒体互相说法都兜不容 我们先看一下中央社 中央社直接讲知情人士说 攻击操作痕迹很明显 说特定某一家媒体消息一出来 哇在野党或者其他的 这些我们认为是中共投入人的媒体 全部应声出来 骂这件事情 显见这个就是要打击我们的军方的士气 要损害总统三军统帅的形象 针对的意味很浓厚 来了 又是认知作战 又是认知作战 好 来 他说 他的说法是这样 这位人士说 这个巡礼呢 国军看到三军统帅 本来就会起立问好 总统确实有提醒国防部长 要注意礼节啊 那还讲他跟大家有热肉的交接啊 等等等等 这是他的形容 他说巡礼就是这样 就是都不用直接喊 他就可以要起立站好 他意思就是说不用下口令 就不牵涉到下口令的问题 他就觉得这样是诋毁人家 那 哦你看哦 知情人士说 从媒体暴露出的时间点 选择在礼拜天上午政治新闻最淡的时候 两家特定媒体不约而同一起刊出 据透露消息人士透露 等不具名的方式相同论述 笑死人了 那中央社这一篇是什么 知情人士 那你有你有肉名吗 你有剧名吗 你自己都不敢剧名呢 你去笑人家不敢剧名 那一篇说定调辱骂 一篇定调立威 在野党阵营立刻上批评 然后包括报道的有协力者 协力者是谁呢 有个意图 就是要损及赖总统 三军统帅的正当性 好 然后还讲哦 报道里面说 补方女官员 事实上当天呢 总统府只有一个负责礼节 与影像记录的科员在场 所以没有什么女官员啊什么的 因为现在有一派说法 说是一个总统府的官员 女生先跑过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是茶会比较轻松 大家就不用起立账好了 但没想到乱清德进来 发现没有起立账好就不爽了 就觉得哎怎么怎么回事 这是中央社报导 中央社的报导大家记清楚 我们要一个一个抽尺剥茧 我觉得最有趣的 不是还原事实 因为事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样子 是要去看到这些 这个我们御用的媒体们第一次完全状况外 好这是寇寇姐的放毒家 女官员称坐着就好 总统大骂国君吗 还原实况赖清德是提醒 怎么没有立正 军方秒回我们疏失了 那更重要的是陈毅玲啊 郭亚慧这些总统府的官员 因公没有在现场 所以他们不知道是谁 只剩下一个女科员在现场 好那他们就是说 他的报导的状况 他就按按照网例 他进场的时候应该所有的将官 会现场会有将官喊其力 然后还有口号 以示尊崇 但是总统府一名女官员 这是在报导转述的内容 这样好来 他们知情人士 你看也是知情人士 跟放言说认识赖清德都知道 他不会破口大骂 忍不住大笑 认识赖清德人都知道他不会破口大骂 那那个在台南 李伟站起来 李伟站起来 那个人是谁 我就亲眼看过他骂人了 我们以前跑立法院的时候 他还是立委的时候 他骂我们同事呢 而且骂得很莫名其妙 我们同事在打电话回报长官说他今天跑的星辰 这个大概有哪一些内容 赖清德突然发疯一样说 你是不是在撂杯啊 记者会开到一半突然去骂记者 我们那个同事到现在都还在 女记者还当场被他骂到哭 你跟我讲你没有看到他破口大骂 睁眼说瞎话 然后他说 以赖清德的个性 只是要身边的幕僚注意一下细节 不会太夸张 然后他说满意度五成 所以呢 亲中媒体结合在地的协力者 要对他人格毁灭 然后他说 赖清德也是御官出身的 当天进门之后看到将官坐着 确实有转头跟顾立雄提醒 要注意军方的礼节 为什么没有立正站好 军方说是我们的疏失 之后呢就正常程序了 根本没有摔资料 好 那来了 他说报道里面讲到 女性的官员 要求这些将领做的就好 企图用模糊的字眼带过 带风向暗示是总统府的主任 陈毅玲啊 但辅方回应当天呢 只有一个负责科宜的女官员 是基层的公务员 然后这一放眼的说法是 这个女科宜呢 他只负责流程跟白椅子 大家有发现哪里不对了吗 同一样是知情人士哦 知情人士跟周玉寇他们讲 这个女科员只有负责流程跟白椅子 那你说他请将官坐着就好 不合常理 我要问放眼 他既然是负责流程 那为什么他会不会请将官坐着就好呢 因为那个不就是流程之一吗 你在讲什么啊 你在写什么 这个人负责流程 但他没有去干涉流程 他就负责流程啊 你在讲这什么 然后再看看刚刚中央社告诉大家是什么 他们认为这位的女官员是负责什么 是负责移结跟影像记录 移结 移结 起立体正正好不就是移结吗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啦 到底在讲什么 讲了老半天哦 好 那最妙的莫过就ETtoday 最厉害的是ETtoday啦 因为陶本和我们的同业帅哥记者 他写了一篇 我本来想说他可能跟蔡英文在的时候一样 会写了一篇啊 这个总统府啊 其实是怎么样 啊赖清德其实怎么样 帮他们这个说一些好话 好听的话 但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我以为 我以为我看错 看走眼了呢 我想说怎么可能 坎迪谢谢 陈乌娜谢谢 感谢你的咖啡小小心意 永远站在公正的一方 他说 这个赖总统被解读在立威 陶本和 他还原了事件的过程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不满 移结 答案是有 那在场的将官怎么解读他的情绪呢 确实就是震怒两个字啦 但是呢 如果总统府认为国军是后盾 就不应该是军方自己回应跟承担 而是由辅方挺身来说明啊 那你不要让国军吃哑巴吃黄脸 真的挺国军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要扛起国军的委屈啊 我看到这里 我真的都醒过来了 本和怎么变了 本和怎么不再是总统府的这个化妆师了呢 变成是帮他这个剖泻装油的 这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他觉得非常的奇怪这样子 好 这有他各方的说法 然后他说外界难理解的是有位知情人士把事件导向是在地协力者 他觉得这样就多余了 哇 所以那个知情人士跑去跟周玉寇跑去跟我们的官方通讯社讲了一个版本 但被我们的御用记者陶本和去酸了一顿说 这位所谓知情人士啊 你要把方向导成在地协力者 那就大可不必了 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 小英惯有的御用的记者就是陶本和 那周玉寇啦 中央社也原本在这一款 但是赖清德现在会有一个新的知情人士 这个系统跟以往不一样 然后这个系统跑去跟中央社跟周玉寇 讲了一个陶本和这他不能接受的版本 等于说陶本和是不是还停留在音系的色彩 他只听猜一文的 大家就有这个疑惑了 所以PTT里面就有一篇记者开始有一篇就在写 陶本和是赖清德的御用记者吗 陶本和已经证实赖清德震怒了 然后过去他被认为是赖英文的御用记者 那他现在还是赖清德的御用记者吗 还是他突然已经不是了 所以他变得人间清醒 他讲的道理我们都听得下去了 跟以前在讲赖英文的这些啊什么 不管是什么丑闻都可以讲成赖英文的好料 这个也是大家觉得很厉害 好 但是这一篇的网友就发挥脑洞开想 说如果是这样子那赖清德查 郑文燦查接下来才赖英文的这个论文 也是机会蛮大的哦 立刻脑补 蔡英文的论文案 有高风险啊 有危险 但我觉得 我很好奇啦就是这个中间他们的经营啊 就是总统府经营这一些官方御用的对外发生的这一些洗脸啊 茶汁抹粉的这些管道啊很明显的已经出现变化了啊 那到底出现什么变化 这个也许后面发生更多的事情就会明显哦 聊天室的朋友我也问你们一下 你们觉得照这个发展下去 会去查蔡英文的论文的加一 第二个 说不可能啦 减一啦 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蔡英文其实手上应该也非常多赖清德本人 或者他周遭人士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敢去动他的论文 好 那我就跟你玉石俱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大产面 哇 这种血流称河 应该是大家期待的吧 你觉得会办蔡英文的加一 你觉得不会啦 不会办蔡英文啦 减一 会办蔡英文的加一 不会办蔡英文的减一好不好 哦 大家觉得 哦 加一加一 一半一半 有人讲了 然后有把柄很难讲 哦 拉锯的很明显哦 拉锯的很明显 可是减一的人比较多啦 蔡英文手上一定很多资料啦 你看蔡英文当了八年压了多少案子 哦 这在他在的时候这些案子都没办 然后你看过去的这几个礼拜 黄绍廷也是啊 黄绍廷也被办的如火如荼 然后民进党的很多议员也都被办的 我觉得那个案子都在排队 都在办 那过去这段时间是谁让这些案子动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我我支持哦 我支持 该办的都办 黄绍廷如果他真的贪污哦 真的罪行很重大的话 办啊 不管是谁通通都办 贪污的部分颜色 这个全部都是垃圾全部都办这个绝对支持哦 这个没有再跟你分哦什么什么立场都没有 前几天有有些网友跑来跟我讲说哦要周是正蓝的媒体人啊哦是蓝军最阻托的媒体人啊啊啊当然也很多小草牌说什么就周长好像看起来是磕粉哦然后也有些人说磕黑 但我上个礼拜有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是蓝营的媒体人啊当很多人都觉得国民党团呢拿着国防外交的这个招围啊去跟民众党跟小草去谈合作啊说啊反正我们也过不了大家也不敢去杯葛他的这个钱潜见国造或者国防的预算军费这些我们不敢啊我们去杯葛的话美国会骂我们呢然后在台对台湾的话又会被讲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啊 会被抹红啊啊反正投票我们也不会过啊啊什么院长副院长都在外交国防啊啊都都好我们就睁眼就是摆烂就不要去争取这个招围然后顺便送给民众党跟民众党来做合作啊其他的肥兹兹的什么交通的这些我们不要跟他合作啊我们就利益权衡第一个以国民党的立场来讲现在民众党根本不会去跟民进党合作啊两个人已经世仇了撕破脸了 那你到底要跟他交换什么他他就算不愿意跟你合作他也不可能跑去跟民进党合作啊所以这个交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你你如果只是盘算你只是害怕然后不敢去监督那你这个跟被大家骂的罗廷伟有什么差别罗廷伟也是被网友出征到他一时就心慌意乱了吧 当我就出来讲说我觉得国民党这样不行你怎么盘算这么多然后你没有去尽你的本职尽你的本务好好监督一堆人出来讲说州长你太严肃了啦州长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算的很好很棒啊各位这就是我讲了正然媒体人跟真正专业中立的媒体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正然媒体人就会说那就国民党很厉害啊这样盘算的很好啊没有不好的我觉得不错啊反正也不会过啊 而且不敢背格啊但我觉得专业的媒体人就是我不管你哪一个政党我的立场始终只有一个执政党我们就是请所有的力量来监督他在野党你就是要像样你要有本事跟能力来监督执政党就这样啊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讲你算了很多盘算很多啊因为你怕这个怕那个啊因为你要跟民众长怎么样怎么样你你当新民众长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就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你就不坚持你就不坚持你就不坚持了你就不监督了 这我就不能接受啊所以不用在那边来留言说哇州长你是科粉啊州长你是郑兰军州长你是1450什么的那个都没意义啦就你自己个人个人去嗨就好但我的理念都一样我不会不会说哦站在某一党的立场某一党的一一党之师我就觉得这样做好你那样做不好什么什么的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就觉得该为民众把关的就要把关你要不要叛老美吗 你是军费不是不能过但你要过的要把关嘛不能乱花不能灌水啊你现在搞到现在招围都没有国民党的呢然后军系的立委真正专业的立场搞得跟国民国国防部差不多然后马文军也被电到被被被被被羞辱到他也就没有没有不敢再接了啊啊小心他也不不接大家都不接啊啊然后一个是做钥匙的理事长去接然后跟我讲说他会来 我不是认真我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我只是觉得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你们自费武功啦自费武功啦哦好这个反正讲这个有一点旁边党居啦我也是狗飞火车州长算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没有人会理州长的啦哦